打卡上班了 看一下我们车间 今天可能就开一台机了 因为那台机今天要维修 所以就开一台今天 看一下机台上的弓箭 这是昨天做的这个铝箭 还没做完啊 这个弓箭就稍微装夹的时候有点麻烦 其实做起来也没有什么 这个有公差 这个也有公差 这个圆柱的直径公差是小一条到小两条的 零到小两条的 这个柱子的公差是 8毫米 小五条的 一共两块还有一块 也要做这个也是今天要做的 这上面就洗两个孔 洗两个三毫米的销孔 这个只是这个料比较硬 50多度的料 这个外形是用 是用慢丝割的 这个工件要求很高 看一下 现在都已经差不多做完了 还有两个三毫米的销孔没有做 看一下就是 就这两个孔 有两个 深度是2.5的 深度是2.5的 3毫米 这个图纸上面要求很高啊 这个 先做这两个铝剑 这两个铝剑 看一下啊 这个铝剑 有三个面要做 第一个面是这样做的 整体的洗外形 主要就是第三个面不好装夹 这第一个面看一下啊 第一个面 第一个面就是把外形给它干到位 然后光刀倒个角就结束了 还有这中间这个有个有个槽 这两个槽 第二个面这样做 现在我机台上做的就是第二个面 上面有几个孔 还有这三个环形槽 给它做出来 最后这样夹着 洗着这一部分有个台阶 这一部分有个台阶 这是最后做的 另外一台机上面有个弓箭 还在机台上面没有拆下来 昨天就为了做这个弓箭 把这个四轴的卡盘 三爪卡盘我都拆下来了 看这个弓箭比较长 不和大家说了 有点先把机台给它热热机 看我同事这边他做的什么 这个好像也是硬料啊 这个比较硬啊 60硬度是63度 很多都是硬料 我们这边做的硬料还是比较多的 很多都是热处理的一些硬料 看下面 下面也都是 这个是铝箭 它这台机全部做的都是一些原件 看一下机台上面 机台上面做的有一个弓箭 这个 都是热处理的硬料比较多 对刀具磨损的很快 这台机 也是 这个弓箭 这个弓箭之前我也做过 这个我们也经常做的 上面 图纸要求比较高 很多 很多削孔 形状就是做出来就这个样子 现在只是开粗 热处理之前给它开粗 这个是要热处理的料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调制过的硬料 中间都是线割割的 马上要上班了 而且